大家好,我是瑞泽电子元宇宙业务何瑞斯 专门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讲解电子元件 在上一集的基础电子电路影片里 我们介绍到了电 还有电压、电流、电阻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解电子电路中 我们如何应用电子元件来妥善的控制电为我们做事 那在上一集我们介绍过 要增加电路中的电阻值 我们可以添加电阻器 电阻器是一种可以限制电流通过大小的被动元件 诶?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好奇什么是被动元件 那相对于具有讯号增益或开关功能的主动元件 被动元件不会产生能量或增益 但可以消耗储存或释放能量 主要在电路中被动的搭配主动元件使用 基本上常见的被动元件包括电阻器 电容器与电感器等等 稍后也会和大家介绍哦 那回到主题 电阻器是在电路中用于限制或调整电流大小的被动元件 举例来说在一个连接LED的简单电路里 要驱动LED发光 同时又要避免过大的电流 将LED刷换 我们就可以透过添加电阻器来限制电流大小 那电阻器依照用途与材质也会有不同的分类 未来何瑞斯会再出一集专门的影片和大家介绍 要注意的是电阻器也有最大额定功率的限制 如果持续超载的话会导致电阻过热而烧毁或损坏 必须特别注意哦 第二种常见的被动元件是电容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暂时储存电荷的容器 主要结构是由两片平行的导体作为电极 中间由作为借电值的绝缘体层隔离 当对电容提供直流电源时 由于电极间的绝缘层阻碍了电子的流动 正负电荷会逐渐储存在两侧电极上 形成电厂并产生电位差 即所谓的电压 直到产生的电压与施加的电压相同为止 而当施加的电压下降或消失时 电容的电压就会使电荷释放 可以达到临时除能器的功能 不为电路保持相对稳定的电压 我们可以将电容想象成一个电压版本的储水槽 当有水压供水的时候就会储水 当原本的供水来源停止时 就可以暂时代替供水来源提供水压 使水流不至于马上停止 而由于电容的放电速度较电池更快 因此也经常用于需要瞬间快速放电的产品 例如电子散光灯等等 而如果对电容提供交流电源 由于交流电的大小和方向会随时间周期性变化 因此电流会在电容的两极轮流充电和放电 使电流不断流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电容通过交流电 隔离支流电 也因为这样的性质 高频率的讯号比低频率的讯号更容易通过电容 最后是电感器 主要由线圈所组成 当电感器连接电源时 电流通过线圈并逐渐增大 产生磁场及电流的磁效应 这些电能会转换成磁能并储存于电感器里 此时如果中断电源同时连接负载 电感器储存的磁能就会转换回电能 持续放电直到电流逐渐减小挥零为止 由于磁场会抗拒改变 因此电感可以抵抗电流的改变 可应用于深压电路 或起到稳定电流的效果 那也因为这样的性质 电感可以让直流电通过而阻碍交流电 低频率的讯号比高频率的讯号更容易通过电感 那只要利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三种电子元件 就可以组成各种基本电 像是RC电路 RL电路 LC电路 以及RLC电路 其中R指的就是电阻 C指的是电容 而L则指的是电感 那我们前面也提到电容是通过高频率的讯号 电感则是通过低频率的讯号 因此只要在电路中应用到这两种元件 就可以实现滤波器 也就是过滤讯号的功能哦 那以上就是电子电路中三种常见的被动元件 未来会再与大家分享 更多电子元件相关的小知识 如果想看下集 或想接收最新的资讯的 欢迎可以按下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立即订阅瑞泽电子官方频道 那想跟何润是互动的 也欢迎留言给我哦 拜拜